看我的腿上还是长了点肉 这个裤子是之前买的 然后今天穿起的好紧呢 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我的运动量 还是太少了一点 然后下午的话 准备去我产检的医院上瑜伽课 它那里有免费的瑜伽课上 然后之前听郁妈说 在那边上瑜伽课的话 对顺产很有帮助 所以我现在要运动起来 加油 现在出门就背着一个纸带子 上瑜伽课就放在这里 刚刚我瑜伽课还没上来 然后就有一点点破损的感觉了 然后那个瑜伽老师建议我去找医生测一下 看看是不是阳水 现在去挂个后把 然后前天检查说是已经入盆了 要自愿了 我今天要住院了 我现在一个人在医院 然后刚刚医生用设置测了 说是阳水已经破了 让我今天马上就住院 然后再等小龙哥 来了 要生了 我之前不是很盼着发动吗 然后突然跟我说今天或者明天就要生 我现在真的是很紧张 然后就有点不知所措吧 就是好像突然之间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一样 平复一下我的心情先 我现在肚子的话已经开始出现那种姨妈碰的感觉 比之前强烈一些 但是还没有规律 现在在这里坐台间 然后夕阳 就是感觉很匆忙 什么都没准备好 一样我的行李还在家里面 小龙哥现在去办住院去了 每一个人在这边 我现在在这边坐台型监护 已经开始重新工作了 我现在已经戴上这个住院手环了 看一下现在这个是我住的单间 还蛮大的 还有两个床 我现在已经到我的病房里面了 正式住院了 然后肚子开始有规律的工作了 然后现在那种疼痛 是我还能忍受的那种 就是跟姨妈痛差不多 觉得我现在目前还能接受 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今天血压有点高 达到了140 医生让我就是多注意一下 没想到练着练着瑜伽 突然要来生孩子了 啊 谢谢大家